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的吗 我女朋友过生日 想给她买件生日礼物 谢谢 那您可真是来对地方了 我们这很多新银款式 都适合做生日礼物 嗯 我女朋友也不是那种拜金的 随便来个一亿的钻截吧 一个亿还不拜金 现在的有钱人都这么烦而在的吗 请您跟我来 先生 请看这些 都是很名贵的珠宝 这些价格都是在80万到100万左右 确实能算得上 但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意思 有没有更高档的 嗯 这些还不够吗 嗯 我想要独一无二那种 嗯 他到底是不是来买珠宝的 不会是故意找茬的吧 先生 您说那种 我们店里确实有 但市价格会非常昂贵 哦 没问题 带我去看看吧 看可以 但我得向店长申报一下 哪件珠宝不是可以随便给人看的 那你快去吧 我等你 嗯 好的 李店长 有位顾客想看看咱们的镇店之宝 的 看镇店之宝 是谁啊 你认识吗 以前在咱们店买没买过东西 我不认识 他好像第一次来咱们店 对 小翠啊 你刚来没几天 工作经验少 像那种人不用搭理 他根本不是真心来买珠宝的 小翠 你给他介绍东西 纯属浪费时间 我估计他是来咱们店见识面的 这种人我见多了 就是 不用信他 李店长 我还是带他看看吧 毕竟这是我的职责 就算他不买也没关系的 但 你这个傻丫头 那你带他去看吧 好的 谢谢李店长 这姑娘怎么憨憨的呢 感觉好傻呀 榆木脑袋 哼 他不会真以为自己能把那件东西卖出去吧 简直是异想天开 就是 毕竟太贵了 谁能买得起呀 还真挺漂亮的 先生 这款项链叫做血红之星 象征着纯洁无瑕的爱情 与烈火般的热情 行 那就买它了 先生 您宁宁 不是在开玩笑吧 没有啊 我说真的 可是 您还没问这个多少钱呢 哦 那这条项链多少钱 血红之星是从米国运回来的 当时价格是2000万米金 折合成华夏币总共是1.3亿 行吧 便宜点也无所谓 我女朋友不败金 他应该会喜欢的 啊 便宜 1.3亿叫便宜 还无所谓 自己遇见了什么神仙 先 先生 您 确定要买这款项链吗 确定 现在就买 先生 那先请和我下楼吧 我向店长汇报一下 李店长 实在 先生已经决定购买血红之星了 真的假的 不会是什么新套路吧 我买个项链 能有什么套路 麻烦你快一点 我赶时间 哎 不会是假装想买 然后一会没钱吧 嗯 可能就想装个逼 我觉得也有可能 否则这也太草率了吧 这位先生 血红之星价值1.3亿 请问您是现金还是刷卡 哦 废话 当然刷卡了 你看我像带1.3亿现金的样子吗 1.3亿确实不能用现金 因为拿不动 那好吧 我可以帮您刷卡 哥里面能有一个多亿 先生 请您输入密码吧 密码六个六 自己说 叮叮叮 这是 几千亿 一瞬间众人都惊呆在园底 他们在这卖高档珠宝 有钱人见多了 但实在没见过这么有钱 这是真正的神豪 喂喂喂 你们能不能快点 我赶时间 是是是 先生 您稍等 我马上就好 现在就叫人把项链举下来 小王 搬张椅子 小赵 你去骑一壶上好的茶水 13先生 您以后就是我们店的钻石VIP了 欢迎下次再来啊 你去哪了 这么久才回来 哦 我去帮家新开的公司捡的彩 捡彩不是明天的行程吗 今天是哪家公司开业 我怎么不知道 我就随便说谁 还真有公司要捡彩啊 不是咱们旗下公司 是我朋友的 我当他露个面 哦 那走吧 13老板 我们该下班了 等等 这个送你 生日快乐 你 你知道我今天生日 那当然 走吧 可以回家切蛋糕吃海鲜了 嗯嗯 求求你们不要杀我 求求你们啊 姐姐 只要你配合 我保证你安全 好 我什么都答应你 听说你们公司剪裁 集团董事 长里有才会来吧 兄弟们 把人带上来 姐姐 老大 你看这牛真不错 要不咱们 混蛋 咱们猎火小队出来做任务 必须干净利落 无关的事一件都不能干 是是是 老大说的是 哈哈哈哈 但如果不配合的话 你的家人会死得很惨 可是 我们李总最近没在公司 是一个叫13的T 过会剪彩活动也是他出席 所以找不到李总 我也实在没办法 嗯 这么说 目标人物不在 踏马的 这些有钱人精明的很呀 名单被里头这小队泄露一份 估计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 只留下哪个叫13的T4柜 都怪猎头这小队 连名单都能泄露 我记得他们实力挺强的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哼 猎头这小队不自量力 之前贸然接S级阵武 导致队长死亡 剩下个里修竹一个 只好去接B级阵武 可是没想到 他们又失败了 看来他们是兔佣徐命呀 对付几个普通符号都能失败 可是名单泄露 不收人多起来了 咱们怎么办 猎头小队杀不了的人 我们猎火小队来杀 一切照旧 咱们先把那个叫13的绑起来 没准通过它 就能查出李幼才的下落 哦 对呀 老大英明 不愧是老大 就是这么睿智 呸服呸服 我们都跟着老大 日后多大多强 再穿辉煌 起床了 上班了 今天有个公司开业 需要你过去剪彩 哎 困死了 看来我果然不适合上班啊 谁叫你昨晚加班那么晚的 走吧 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你的保镖 希望你好好配合我 不要耍花招 否则我们就杀掉你的老胖 哇去 这是要配合他们去绑架啊 但为了家人性命 也没办法了 好 我会尽量配合你们 哈哈 不错 咱们现在就去以新集团 老大 接你去剪彩的车来了 嗯 雨晴 你就在这里等我吧 铁柱 你另外开一辆车跟在后面 好的老大 13先生您好 我是新公司负责人薛姐 这几位是我的保镖 薛经理 你很热吗 怎么出了那么多汗 没 没有 我就是来得有点仓促 13先生请上车吧 小子 我劝你好好配合我 千万不要反抗 否则我就弄死你 睡着了 心也太大了吧 队长 这家伙警觉心也太差了吧 嗯 让他睡吧 正好省得麻烦 感觉这次任务太简单了 兼职一入翻张 主要是我们队长英明 计划天衣无风 带来全部费功夫 是啊是啊 还以为他得翻抗翻抗 没想到这么轻松 估计让他说出利优菜的狭落也不难 喂 快醒醒 咱们到地方了 咦 不是要剪彩吗 难道是仓库开业吗 呦 还惦记剪彩呢 哈哈 小子 你先考虑一下你的小命吧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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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